大气折射是光或其他电磁波穿过大气时由于空气密度随高度变化而发生的偏离直线的现象 这种折射是由于光通过空气的速度随着密度的增加而降低 折射率增加 海湿渗楼是由于地面附近大气的折射而产生的 这种折射还可以使远处物体的影像升高或降低 拉长或缩短而不会产生海湿渗楼 湍流的空气会使远处的物体看起来闪闪发光 感谢观看